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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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每个星期一星期四的中午11点钟 我们会在这边分享大家的手写信件 把你的人生记录下来吧 让你的情绪有个抒发的地方吧 或是你有什么问题呢 想要让重点有帮助你指点迷津 都欢迎你把你的人生写在记放存在这里 今天第一封信 这也不算信是一个小纸条 之前在节目上面有人说 我家有一个滚轮你要不要 我说我要 他趁我们在虾皮的再睡五分钟的直播的时候 他就来丢包了 他说先跪着坐 可以的话再挑战站着 加油哟 太久没动有点灰尘 然后你跪着的时候 膝盖垫着枕头会比较舒服哟 谢谢你 送了滚轮给我 另外也是跟我们广播节目有关的 这一盒是什么 土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知道 里面有个东西是要给你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打开来看过了 这是什么东西 塔罗牌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几年前有写过信 AV Life桌游的作者 你们还记得吗 黄咪子他就是做了一款 跟 是跟AV有关吗 他做一款成人游戏的桌游 现在我还是天天有你们陪伴很幸福 谢谢你们 最近我看到马克对塔罗有点兴趣 请让我再送上我画的韦特唐塔罗 祝你们用的开心 一切顺利 怎样 你没戴耳机 所以没听到对不对 怎么了 啪一声哦 刚我昨儿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真的假的 我要写这一盒课 当然你又来 就是当我在讲韦特唐塔罗的时候 他 那一声 他的声音是我刚刚那个频率 不是那个什么机器 或是什么东西 有啪一声吗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转我的椅子 看是不是有什么卡住金属摩杀 他有可能有这个声音啊 我们现在新的没有声音啊 你的椅子你再转一次 我一直在转他没有声音啊 哇哦 看来这个有点神力啊 你让我发分 谢谢咪子 谢谢你 祝我们天天健康美丽 然后生意生意一路发 谢谢谢谢 我会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塔罗的 感恩感恩 这封信是打字的 我要跳念 好 前几天我在上班 我忍不下去 脚底某个赶快跑 初补习班 痛到受不了 打给男友 有他的鼓励 支持我走路 交通红灯 我管那么多 看了左右没来车 马上快步走过去 两个警察骑车过来 我心想说很烦 警察问为什么闯红灯 我说我真的要去厕所 但警察执意开单 签完单 第二个又问一样的问题 听到急着要去上厕所 不是警察都会叫我说 好赶快去 提醒我下次要注意耗质吗 为了业绩 是不是要抓我这种小的 提醒大家如果很急 要等红灯 本来就应该要等红灯 应该要这样讲 我自己 我也是一个会闯红灯的人 但我闯红灯 我被抓到 那就是 我的错 对啊 你没有什么好讲的啊 因为我在做这个行为之前 我就应该有想到 我会被抓到吧 对啊 因为后面就有在说 就是你不是爱抓人吗 可是有时候我看过 谁谁谁 我停在什么红线啊 谁啊 然后干嘛的 然后你也没抓 那一些都违法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指责 或是质疑别人说 为什么他不行 为什么你不抓他 为什么不抓 为什么只抓我 他现在就是只看到你啊 所以他觉得 是不是看我好欺负 警察是不是双标载 然后他加码说 我很善良 我是一个看到可怜的人 都会去帮忙 去帮赔毒义工 会给流浪汉准备食物 大家请不要觉得我是坏人 那因为我跳了很多 所以放心 大家没有听到你的太多抱怨 谢谢你付赚50元 好 主要谢谢男友 每次都不厌其烦 回答我的问题 只要很快两年了 我成长了许多 希望你可以用你的好脾气 慢慢影响我 让我越来越温柔 呱呱包我爱你 赞你哦 Dear Mark and Mary 我是老爸 泼绿油漆的科技 我现在人在阿里山 觉得很好玩 其实也没有什么近况要更新啦 我就是提醒一下 各位教徒们 阿里山小火车 要坐礼拜三的 为什么 这样才能搭到 快木车厢 哦 就这样啦 祝福大家 2021 事事顺心啊 这是2021的321 写信的 哇哦 阿里山的樱花火车 我是新店媳妇 高雄妹 Jenny 原本是想要问 你们对于长照的看法 好巧 前阵我们不是才有这个吗 对啊 1966 因为当时我的父亲 已经完全不能走 都是靠我母亲 把他从床上搬到沙发 坐一整天 失智症的他 其实是由我的母亲 为他早午晚餐 端水帮他擦枣 再搬回床上盖好被子 让他睡觉 日复一日 过了半年 原本我是想要问这件事情的 但因为拖延病的 我一直没有寄出原信件 就被迫写这封信 因为在3月9号早上 原本准备上班的 我看到妈妈打的未接来电 文字讯息就写 爸爸走了 在睡梦中走了 我赶紧回播确认 妈妈用冷静的口吻还跟我说 我骗你干嘛啦 我就崩溃了 真的 我这个事情 我骗你干嘛 我哭到把睡梦中的老公吓醒 用最低脑袋运转 我在收临时行李啊 我订高铁啊 赶回高雄 一路看着窗外偷偷掉了 因为真的 好突然哦 就一夜之间 没有道别的机会 虽然说 世智镇的爸爸也已经不认得我了 但是 很多话想说 我都还没有跟他说 你怎么不多待半年 你的外孙子还在我肚里发育 你还没抱到他 怎么可以离开 我的梦想要拍全家福 都没有机会实现了 赶到家 爸爸遗体送到殡仪馆了 哥哥载着我去看他最后一面 看到躺在冰柜尸袋里的他 其实就像平常一样 睡着没有异样 妈妈在回程车上 偷偷的错气颤头 感觉他已经忍了半天了 因为是临时请假 妈妈不放心 就把我赶回台北 他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家里 触景伤情 十天后我再回到家 妈妈已经把爸爸的衣物啊 用品都丢掉了 只放了一套西装和皮鞋 准备出病的当天 要给爸爸穿上 他把衣服放得很紧很紧 就像抱着爸爸一样 因为基小镇的关系 所以我爸爸受到只剩骨头 穿上衣服 就像小孩偷穿大人衣服一样 宽大不合身 只露出一颗头 躺在棺材里 看到这个景象 我跟我妈哭到气不成声 基督教的仪式 装重 简单 唱圣诗 听牧师主持仪式 再来都是一样的 火化剪骨 哦 原来人的骨头是这样 人最后就剩这盘碎骨头了 总之留下的人生活还是要过 照三餐问妈妈 有正常吃饭睡觉吗 阿姨也很费心 来回一小时去我家 陪我妈妈聊天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要把握当下 尽力向你爱的人 表达关心好吗 祝福各位平安顺心 我是在四个月就要生产的 准妈妈Jenny 付上二十元 那你的baby 现在其实差不多一岁了耶 对啊 欢迎来到本周的 马姓救世主时间 谢谢有救世主 让马克信箱可以继续的运转下去 谢谢所有的马姓会员们 感恩感恩 不管是一般的健康会员 还是扛霸子 还是救世主 那在这边我要继续再shout out一下 因为我们的清典追思会高雄厂卖完啦 妈妈我跨过卓水溪 我们竟然可以跨过卓水溪 我那天醒来 就是一直不敢打开我的手机 因为我刚好就是 逃避 我刚好中午 逃避 就是中午十二点左右醒过来 那根据大家的私讯 你就会知道有卖完还是没卖完 你就看那个红点 对对对对这样跳 可是你也不知道红点是说 大家都说好轻松买到喔 怎么可能 还是说什么买不到 你说tag我们说 诶很轻松诶 或是他只是tag我们说 我买到了 就是人人都买到 可是不一定卖完 只有买到人tag我们 后来想说我还自己先上那个 想说我自己假装来买票一下 但因为我不是那个KKTIS会员 我就没办法进行到最后一步 就说这样也不给我看 然后就好了打开一看那样子 然后看到前几个都是说 有抢到票 然后有人情绪起伏 就是一分钟前 我买不到 一分钟买到了 感觉是卖的还不错 OKOK 赞啦 那因为救世主呢 有免费的票嘛 还有优先购票权 所以呢 在整理救世主的名单的时候 我也在那边对账 虽然救世主没有到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在对的时候我就发现 救世主真的都是听得懂人话 也没有在 什么意思 就是很赞 因为在对账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常常发生的事情是有些人说 啊这个又错了 这个又怎样 这个又怎样 然后就会让对账人很麻烦 可是我自己在对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哇 救世主不止他们账都弄得很清楚 他们还会加一些小小的附注说 是分了几笔 然后这一单 思路清晰 就是很体贴的人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的救世主有 乌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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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哈 获得口罩套的样式跟预购资讯哦 想出门动一动但又怕天气热吗 欢迎周五晚上来跳爵士社交舞 在现代冷气中感受复古的黄金年代 这个月我们重返大舞厅 赶快搜寻Friday Swing 报名课程著名典友 另有优惠哦 生杯子概念店 双品游诗认证 西班牙第一道冷压出炸橄榄油 谁说橄榄油一定要很贵才是好的 是哦 吃健康的食物是我们的基本人权 由西班牙橄榄油最大产区 布达马尔他产地直送 上网搜寻生杯子橄榄油 我真的以为出炸橄榄油都很贵 是不是被骗了 台北2730签到 新北市泰山区康泰诊所 0222975888 0222975888 妈妈手网球肘 板机子免开刀快速有效治疗 祝七月出生的人类36号生日快乐 Jesse签到CJS签到 爱朵儿AdoraDesign 玛丽好美 手工花卡解决你的送礼烦恼 拼扣一搜寻爱朵儿草头爱耳朵朵 儿子的儿in Marcy we trust 这个是我们的优惠码有七五折哟 软妈妈要祝我的儿子哈里 生七月三十号八岁生日快乐 台北大安区彩石袋 义式冰淇淋 八月十三在 一室有猫 也吃得到彩石袋的冰淇淋 哇塞 你们已经结盟了 就是主互相feature啊 会不会只有在 park it now 也吃得到彩石袋冰淇淋 不是 是在park it now 治疗你的网球者 妈妈手扳鸡翅 在park it now 可以穿上乌sucks好不好 越来越扯啊 然后在彩石袋 可以买到爱朵儿跟 回家作业的饰品 好扯哦 尾巴签 人类三十六号签 你的高家老菜不 高家老菜不 爱的传承 传承你我 回忆中的美好味道 桃圆阿强 两周年结婚 纪念日快乐 啊桃圆阿强结婚了 对 bo po mo fo 朱英台签到 大家好 吃饭吃好饭哦 安签到 陈雨昕 是陈雨昕催眠的 你又忘记了 台北催眠地选择 失控边缘 哇 我现在念这个 特别有感觉 大型真人丧尸 逃脱在信义 ATT for fun的B1 游戏已经开始 开放体验了 暑假限定 游戏后告知我是典友 可以获得一套 隐藏的小礼物 详细资讯 请搜寻 失控边缘 失是尸体的失 你要分享 你去失控边缘的体验吗 我必须要说 题目好难哦 但是那个题目 就是可以设计成 你知道答案之后 就觉得原来是这样 我们真的好蠢那种感觉 废话结果论 你知道怎么解回去 当然觉得简单 可是因为里面的东西那么多 没有一个解出来的 真的是很烦躁 但是里面那个气氛的确是 恐怖 蛮不错的 蛮恐怖的 如果你跟我要没有方向感的话 不太建议 可以爆炸玩很多次 失控边缘这个逃脱有四条路线 然后我们体验了 四组 对四组 然后我们体验了其中两组 那在离开之后 就是一起去玩的女小长就问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四组都玩 我就说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 他到第二组的时候 他已经有点不害怕 他又知道方向在哪 他就只是一直横冲直撞的玩家 那我说那你玩第三条跟第四条 对因为他在玩第二次跟第一次 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对 他第二次已经完全不管僵尸 我要解题 哪里哪里 对他就是一个被玩家控制的那个 那个NPC还是什么的东西 然后你知道第三次第四次 你已经不能体会到 第一次那才是最赞的 就是你 第一次的那个心理压力真是巨大 就是我想解 可是我的身体又不想动 就是那个也很复杂的心态 你可以实际的去玩玩看 可是不要找那种就是那种 狠嘴炮型的朋友 就是说这么好怕 白痴哦都人扮的 不要跟那种人去玩 不好玩 你要跟我们这种沉浸式的人去玩 对啊 因为跟那种人就破坏体验嘛 他们没有想象力啊 没办法 另外呢 如果你是胆子很大的那种 因为这个失控边缘呢 你要说解题嘛 他的确也是有解谜的 可是如果你是密事控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谜题不够多 或是不够爽 因为他加了沉浸式的那个 丧失的这个小镇的元素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那种更恐怖的感觉 你其实可以四个人去 你们四个人走不同支线啊 哦不要在一起就对了 对啊 因为那个 你就只能靠自己 因为那个黑暗当中 有时候你乍看一个人 你是玩家还是僵尸 就是其实你吩咐出来 然后大家说 我是人 这个也蛮有趣的 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僵尸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主办单位他其实有把僵尸的恐怖度调低一点 不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说有很多组是一进去以后都待在原地不敢动 直到结束 很扯耶 恐怖到这种情况 然后我觉得还有个可怕的地方在于就是 你不知道有多少僵尸 我觉得这个也蛮赞的 所以如果你是胆子很大的 然后你们可以一群人去报名 然后就跟主办单位说 我们胆子都很大 给我们最恐怖的体验 吓死你 一袋小羊肉 pepper sporty fits 金满堂 二三 奥利是不是猪 一只只祝广播女神生日快乐 谢谢 圣普天天的清典补习班 从wave搬家到youtube咯 周一到周四的晚上十点 可以一起跟英灵护法玩游戏聊天 永文呼吁大家赶快加入马姓会员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马克星上已经不够听了 迷一样的女子简配盈眉毛大师 旅日射出玩具设计师chan 签到IG搜寻botchan111 爱你 爱你 猫猫在征求从台北市到高雄 追思会9月17号当天来回的顺风车 票我帮你出 哇塞 所以他想要搭顺风车 然后还有两张票 黄 Hiyoko黄色小鸡 用双手创造暖心又独特的作品 树枝造型耳饰 独家设计款袜子 欢迎IG搜寻 H-I-Y-O-K-O 底线T-W 7月生日的地球新人 生日快乐 愿你们平安健康 Woo sucks好啊 老板女儿出生了 赶快上虾皮搜寻 W-O-O-S-O-X Accessary Spy Leaf回家作业 欢迎Instagram搜寻回家作业 业是业子的业哦 山迪新竹圆摆 活动顺利成功 有合照到好开心啊 鱼鱼说 7月是重要的月份 祝鱼妈生日快乐 祝玛丽生日快乐 业配接不完 数钱数到眼花 爱你们哦 你数钱会数到眼花吗 谁啊 虾皮搜寻达菲斯 点有优惠码 Dear Marcy 满300折50 用来买口罩 肯定是市场最低价啦 最后是Jason Shell Design IG跟虾皮都可以搜寻 Jason.h底线Design 造型香氛蜡烛 让你家更美更香 折扣券的代码是 JASOLWW 谢谢以上的马性就是主门 乡下的大馒头写了这封信 要分享在医院上班遇到的事情 我上班的单位里面有一男一女 做人处事上面没那么得体 就被我们戏称为金童玉女 我先说金童的故事 当我们替病人检查之前 要做病人辨识 确保眼前的病人 跟检查单上面的资料是一致的 可是金童先生 不知道他怎么做病人辨识的 还是他做到不对的人 之后学长姐做QC的时候 都会发现 这个病人是错的 我们就请病人回来 QC是什么 应该是quality control吧 是不是 质量管理 于是我们就请病人回来重新检查 当病人回来的时候 其他同事就随口问金童说 你刚才有做病人辨识吗 金童语出惊人的回答说 要做 有啊 我还想说 那个病人应该他去卸妆 所以跟刚刚长不一样 失礼 这种鬼话都说得出来 我超级傻眼 再来说说 资深老学姐育女的故事 我们的工作要轮三班嘛 在值班的时候呢 就只会有两个人上班 某天呢 在值班的时候 我同事一边忙着做检查 一边呢 有电话一直想 还有病人要copy光碟 上传资料 一堆杂事 同一段时间内呢 接二连三的持续发声 这个时候育女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一边打着手游 一边有讨厌的嘴脸 讲风洋话说 哎呦 你好忙啊 这真的是小白目耶 此时空气突然安静 只剩下电话持续响着 他也不接 对 对了 这封信被念叨的时候呢 金童可能已经从我们这边离职 去到北部的医院了 马克玛丽 你们到医院做检查 务必要小心哦 祝大家身体健康 你不要做这种危言耸听 提升大家恐惧心的事情 对啊 北部医院这么多 这封信有美金一块钱 我是QQ 反正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我就离职了 但离职回到老家 觉得这份工作 让我变得怪怪的 变得很自卑 不太敢再去面试找工作 所以看到一绝不正的我 我妈就帮我报名 好啦 你去驾训班啦 放个假嘛 爸妈栽培我 再让我多学点东西 那是我家附近的公立驾训班 虽然我们家没人去过 但还是想说 稍微挑一下教练好了 可是这种东西 你问柜台 每个人都会说 我们教练都很会教啊 放心 大家都可以 不过有说 你挑的那一个 时段只剩两个哦 一个比较幽默 一个比较安静 我自认没什么幽默感的我 我就选了安静的教练 第一天到驾训班 教练是一个目测比我爸老 又自称我已经退休了 我是再被找回来教的爷爷 虽然他时不时在 炫耀自己的女儿女婿 让我觉得不得不尴尬 培笑 但整体还算和蔼 对啊 他不是安静的吗 对啊 他明明就是爱讲 前两天教倒车入库 路边停车 还有基本左右转 我都开的还可以 甚至还很开心想说 啊 原来我有开车的天分 但不幸的是第三天 来了 要学S型 我卡住了 可能是因为要转的什么弯啊 动作太多 我一下子全部搞混 而且我只要一紧张 就会左右不分 教练示范完 我一开始就转错边 教练就开始露出本性 可是简单的左右转 跟走S型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可能他是不是在很重视那个压线啊 因为你练习就是你要考试过关 压线就不行啊 你卡到什么就是不行 其实我还是没有错得很彻底啊 我还在想要怎么开 方向盘轻轻往反方向转一点点 教练就大叫 总是很大声又很凶 当时我明明就是专心在思考 被他突如其来大叫吓了一跳 于是后面脑袋一片空白 我一直开错 当然教练就更生气 甚至会说 我们男生就是不会错啊 你们女生常在错这种地方 这样的性别歧视话语 从那天起 我每天都会听到 好不容易学会S型 却被告知 要换车哦 因为考试要开的车型不同 换车后方向盘变得好顺 可是这台车比原本的长 比原本的宽 我就变得每一个项目都会压到线 所以每天都去驾训班 我都被叹气啊 大骂啦 大吼啊 让我变得更自卑 甚至有一次骂到戳中我的泪线 就哭了 对 幸好有口罩跟眼镜 不会让教练发现 但都起雾了啊 直到他下车让我自己开 我才敢小声的 哇好有压力的学车哦 我上驾训班 我上到气都在车上哭 我真的是 这个很糟糕耶 虽然每一次都有自己开车的时间 但因为教练都在旁边的树下看 所以只要压性的声音 逼一响 他就冲过来骂我 我觉得他冲过来骂我 比在车上骂我还要丢脸 所以我的压力就算他下车了 还是一样很大 那天我被留下来看下一个人开 是一个年纪比我小 打扮中性的女生 但我发现他也很常压线啊 只是我常压后面 他是常压前面 但为什么教练都没有骂他 我就觉得教练一定讨厌我 这可以echo前面那个闯红灯 被警察抓的故事是一样的 不要去想别人 为什么对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 或是没有对这个人做这件事情 可是对我做这件事情 或是没有对我做这件事情 你不用去想 为什么这个人这个样子 所以不是因为教练跟我说 他一开始把他误认成男生吗 他不要歧视女生吗 就看我这样才会欺负我 你要怎么样去解释 或你要怎么样去想教练的行为 这对你来说没有帮助啊 但我要谢谢那个女生 主动开口跟我聊天 让我的情绪比较好一点 后来开始学道路驾驶 因为第一趟教练只想示范一次 所以要大家都提早一节上课 我前一个时段是一个长发的女生 第一次道路驾驶一定很紧张 教练却跟在场内一样的激动 那个女生也是被疯狂的大吼 我觉得她就是歧视打扮比较女性的女生 总之我的道路驾驶就跟那个女生的遭遇一模一样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闪黄灯的路口忘记摆头 又被教练大喊 受到惊吓的我 一直以为我自己闯红灯 我就急煞 真的幸好当时候面没车 不然这封信可能是写 我在教练出车祸的故事 当然我踩刹车之后 教练又是不停的大骂 而且一直要我往前看 可是我就是也被我自己吓到啦 我在那个路口真的浪了很久 我才听到要踩油门 一路上她不停的念我 但音量好像开始有变小 而隔天开始她竟然就没有对我大吼了 教练是需要一点生命威胁才会怕了吧 开玩笑的啦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但总之最后的学车之路终于不再那么痛苦 考教日也很幸运的遇到一位 从头到尾都在提示的女教练 我顺利拿到驾照了 感谢我家人跟男友的鼓励 不然我肯定支撑不下去 真的耶 学东西还是要找心平契合的人吧 我说不只是什么 找伴侣也是要找心平契合的人吧 都是要找这种人吧 那你有回去跟他反映说 那个教练真的太凶了或干嘛 有没有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没有讲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烂东西继续待着 对也要看驾训班的管理层 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因为可能驾训班的教练 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配的工作 所以是不是也不好找 就跟公车司机一样是不好找的吧 不是你知道那个柜台他心里有底吗 有一天他突然大发慈悲 有人就像你去问他说 他至少会说 如果你是你想要严厉型的 还是你要什么 他至少可以帮他闭一下这样 可怜 好惨喔 是不是你应该开发出一种什么药 就是让情绪平复 或者让情绪稳定的药 每个人在职场上面 你要上工之前 你都要吃一颗 你说每个人情绪都要稳定吗 对啊 可是那个是情绪稳定吗 很多人就是觉得上对下 他就是会觉得很爽 他是拿到权力之后 他变成那个样子 对啊 所以更应该吃药啊 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啊 又不知道他怎么拔掉他那个 让他觉得他至高无上的那个power权 你这老包皮 如果他遇到另外一个精神失控的人 他真的很有可能在家宣班出事 不会 这种人都是欺善怕恶的 就是他遇到 他看你好欺负 他知道那一个人是不能吐的 对啊 所以我们能够练习的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卫装成一个 或者把自己武装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啊 以及你勇于要提出 你可以换教练的其实 不需要 不用忍耐啊 你是花钱 你是客人啊 对啊 有什么样的学习 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 没有任何学习 在高压环境下会学得好的 没有 嗨我是高雄的小耳朵 我之前有提到跟M的暧昧跟失联 然后我找到他PTT账号 还有上网买春的记录 让我冲击 但我也渐渐接受自己看到的一切 理智告诉我该放下他 他活该单身一辈子 可是我又会回想那些 曖昧的美好 朋友问说 这段关心你付出的时间 请问他有反馈吗 当然我也知道感情很难计算回报的啦 我知道朋友说的对 男生就是下半身思考 面对一个送上门的年轻女生 只要不是长相身材太差 我想就是没有不吃的道理 我也不懂自己在放不下什么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纠结啊 原来我的不甘心来自于先前的付出 我已付出了的我的爱 我不后悔 我感谢我们的相遇 那些回忆是美好的 写信到马克信箱的过程 就是像和自己说话一样 让混乱的自己冷静下来 想过一遍又一遍的事情经过 脑子就越来越清楚了 或许短时间我还会想起他 但我知道我会好起来 我会走出来 我知道我很棒 我知道我没有错 从头到尾 我只是面对自己的真心 我用力的去喜欢这个人 只要我还有爱的能力 我就是值得被爱的 这么一天 我会遇到懂得珍惜我 爱我 照顾我 把我捧在心上的人吧 这是之前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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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照顾好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最后还是有些话 想要对他说 虽然我想他应该不会听到 那我就略过了 最后谢谢马克玛丽 读完我至今 落落场的四封信 成为我的树洞 好多很内心的话 我都写出来 已经疗愈不少 我会学着 不让自己再毫无保留 学着在感情里 更聪明一点 记得 原来心可以如此柔软 如此善良的自己 希望马克可以用 肯定又温柔的语气 对我说一句 You're awesome 你刚才念 人家念loser啊 来自于高雄的小耳朵 好 希望我们高雄见 我是抗UV 两年前 我爸爸跟继母离婚了 风风雨 至今也算平静 不过2020年底开始 我小弟说 爸嘎 爸嘎 家里出现一个 来帮忙家务事的阿姨 可能是之前导致离婚的小三 哦哦哦哦哦 如果我已经调试心情了 我就回他 爸爸现在就是一个 合法单身的中年男子 交女朋友也不犯法 有人陪他 好了 比较不会烦我们 直到隔年的三月 我们亲民扫墓 那个阿姨一个 因为扫墓的东西 都是我准备的 我摆放的时候 我比较知道东西在哪 他就以一个工作人员身份 跟我们一起出发 一开始我们有什么感觉 到中间 看我爸一如以往 坐在一边指挥 每个人忙这忙那 阿姨向新来的转学生 四处发问 我就看到 这 这不就我爸跟他前几任 老婆的经验 又在重演了吗 对我来说 到交往对象 家里做家事 是一个非常大的雷点 我面前就是这个雷点的起源 忙碌过程当中 阿姨还会一直照顾我父亲 会不会太热啊 要不要喝茶啊 甚至扫墓结束的时候 走阶梯 要回到车上的时候 阿姨伸手揽着这个男人的腰 这个动作极为低调的瞬间 哇 像一口臭掉的菜 怎样 哽在我的咽喉一样 我瞬间全身不舒服 你搞错了吧 他是一个脾气超烂 他爸就是一辈子当大爷的命耶 对 然后控制力又很强 他根本就台风的中心 他像正央一般的存在 这种人哪一点好 你还要来守他爸妈的墓 可是我心里一部分也想 好啦 这些是我的片面判断 不会是其他人经验到的全貌 回程蜿蜿蜿的山路上 我就闭着眼睛 我脑中前回百准各种争论 这是一种想要叫阿姨不要来的那种 他这么烂的一个人 不是因为讨厌后母或是干嘛 是身为一个女人或身为一个人类 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坑不要踏 我突然明白关键不在于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 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看到他过的幸福快乐 但理智的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与我无关 可是感性的我那一面却在期待 他有一天会被伤害 他会被唾弃的 这些我做不到的事情 有极小极小极小的一个我一直在许愿 拜托拜托 有没有人可以让他受伤呢 可以完成这些挑战呢 让他痛苦吧 让他悲伤吧 我试图伤害他的这个动力 愿望没有实现 转为我向内伤害自己 使得自己的源头 你不能破坏他人 这股冲动就会反扑到自己身上 这正是我去年的经历 能够写出这些 也是因为在脑子里 已经来回过无数次才得出的结论 我知道这股冲动 虽然减轻了 但并没有消失 化为我手写的纸笔文字 可能可以帮助我更顺畅的消化掉吧 谢谢你们坚固的树洞 附上除恶金 除恶金 这真的就是那个什么啊 赎罪券耶 这是赎罪金耶 其实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恩恩怨怨 已经那个恶念太大了 一般的除恶是除不掉的 就是大家看到就 这个我不行 对不起 都会反噬到我身上的 这个要怎么办啊 可是你已经有意识到了啊 就是 有意识到了 只要用你意识的光去照一下他就可以了吧 可能有这个牵扯会不会更多 如果只是一般的就是 伤害我的可能前男友 他伤害过很多女生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得到幸福 就是希望他惨什么的 可是一方面因为他家住了 可是他又是我爸爸 那个情感会不会更复杂 因为你希望一个人不幸福这件事情 就是诅咒而已嘛 这个诅咒现在就是要反噬到我这边了 我在消化那个诅咒 但身为一个理性的人类 你要知道 诅咒他人不会让自己变得快乐啊 然后你的诅咒成真了 也不会让你快乐啊 你知道吗 我最近试图要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 可是在 他现在还已经花了 他说什么可能几年 因为他说他看他爸爸跟历任嘛 可是如果在那个情绪当下 就是他听完你说的话 他其实知道你在说什么 可是他眼底就是深深的怒火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愤恨是消不掉的 就是你讲什么我都 你虽然可以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吧 你讲什么我都知道 可是我就是想毁了他 我就是想毁了他 OK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我朋友说 这个损人不利己耶 可是因为就是 你付出 要付出 哇这可能在我们下半年的新书当中 有一篇会在讲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就跟他说你做这件事情 你期待得到的解脱 不会来到你的身上 你可能会被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进一步的缠身 你都有想好那些会反噬你 可是因为复仇最快乐的部分 就只有在规划的时候 当你开始去付诸实践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很像去赌场 你如果在桌边看桌边看都没关系 可是当你要付出时间 你要下去赌的那一项 你是压了某些东西上去的 那就是等价交换嘛 或是老一点的第八号当铺嘛 太老 天心主演还有杜德伟 讲的出来也真屌 所以就是在复仇的时候 你在计划在筹划 你在想说哇他很惨 我把他弄死 然后觉得很快乐 这个是你的计划都顺利成型 你要先想一想 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次经验 是你当你去计划 最后那个计划就如你所想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根 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多这种经验的吧 你要不要先打这段赶快剪出来给我 然后我寄给我的朋友 因为如果你这么厉害 你计划什么 然后这个计划就会成功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去这样子 就是被伤害 可是我觉得最害怕就是 他比如说计划复仇这件事情好了 他就是他可能已经 就是被愤怒压抑到 就是玉石俱焚我也不怕 你说什么成功理论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不一定会成功啊 我就是赌上这个也不可能成功 我就是也要这样 就是很执意的要往前走这件事情 失去理智了啦 就是死好死坏的 因为那个你等于 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压上你的人生的某一个部分 可是那个通常是你现在已经很惨了 你在压上这个赌注的时候 你的人生基本上就是往下走 因为你压上去的可能就剩下是你的尊严 或者你的身体或者你的时间 这些东西都是最根本最根本东西 那当这些都赔上的时候 你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剩下的了 蛮可怜的 可是他会觉得现在我本来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你永远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选择 选择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变好的开始 可是我现在不做这个选择 我觉得我就是不会变好 我没有办法过去 我原谅不了 一样嘛 因为现在你在当下 你没有办法拉出来一个旁观者角度 或是一个未来的 你要想想五年后的你 或是十年后的你 会同意你做这件事情吗 我们可以想很多重 就是多重历史嘛 我们想成一个长江三角洲 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河的上游 然后呢 你做了这件事情 做了不同的选择 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假设这个选择一是报复 然后报复一切都是照着你想的这个前进 然后最后他也很惨 你先想一个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再来你要想 如果中间出了错 然后反而是变成你很惨 然后他在旁边笑 还是很好 哇更火大 对啊 这样你也开心吗 就是你在他面前出糗到爆炸 可是他还是过得超级好 那这个是你想看到的一个其中一个结果吗 或是还有其他的结果 就是你选择说 那我就算了 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那五年后的生活 我可能会是做一个 我自己想做什么 就是这种东西 你开始去想每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但我觉得人在疯的时候 是想不到其他可能性了 他只会固着在那个 我就是要报复 而且报复以后他一定会很惨 但我要告诉你 他不会 有很大的几率 我会让他很惨 有很大的几率 你觉得你已经用尽了你的人生 你赔上你的人生让他惨 他还是过得很好 你有想过这个可能性吗 什么时候把这段剪出来 我今晚就要 这么严重 哪一个朋友啊 我怎么不知道 下半年很多事情啦 你也是不想要你家一直被敲门吧 我可是 我可是 我可是你的gaykeeper你知道吗 因为我处理不了的案件 我才会pass到马克事务所 那目前我还吉利在我这间事务所 我还在努力当中 但是我刚刚你看 我就是没有办法成功举例 赌场这个例子怎么没想到呢 赌场这个例子是蛮 蛮浅显异动的 这个我会笔记 我下次会努力 因为之前 马克事务就是 有打电话说 你现在干嘛 我在吃饭啊 卡迪阿姨一直很喜欢酥皮浓汤 特别会笔记 哪里哪里的餐厅有酥皮浓汤 我们要去会会这样子 然后他们俩夫妻在外面吃饭 我说真的哦 今天要回家 然后他就觉得 干你屁事 乱我呢 而且明明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可能还在电台见面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有个朋友可能出了点事了 他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 就像我刚刚要跟马克讲话 就是我刚刚模拟就是说 我会想要跟他讲 但他可能会一直推翻我 我被推翻得有点无力招架 一直抓头 这个我真的是水瓣要溃体了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家 直接带市主来我家 我还要煞有其事的拿出 我规划的商业计划的本本 然后在那边记他的东西 然后就说 来你说说看 我说我听 所以已经有第四个案例了 我现在在压抑 不带第二位客人上门 我真的怕你那个门里 你又会被暗部 太荒谬了吧 真的很多 很多事情真的是太 因为你看到他现在这么的 愤怒跟痛苦 可是你又知道愤怒跟痛苦 没有办法很快的被代谢掉 所以只能一直祈祷他 理智的时间会登场多一点 会帮未来的自己想多一点 就是我能做的方法 只有一直用未来的方式来跟他说 就是你觉得那个时候的 你会真的觉得你现在做是对的吗 我不觉得你那个时候会是 或是提醒他说 我认识了你的人 你原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正因为我认识你原本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你未来是不会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 因为那个离你的本性太远了 可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走投无论 你就是会觉得我双手一摊 我跟你 我要跟你拼了 我全牙 我全牙 all in all in 就是要涂一个玉石俱焚 可能会觉得玉石俱焚呢 反正我不可能比现在过得更糟了 我现在就是被愤怒之火燃烧 那凭什么我不能抓着你一起烧 可以啊 你可以抓他一起烧啊 但最后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想要抓着你一起投河嘛 我就抓他一起跳下去以后发现 他会游泳 然后他就挣脱我了 最后你就自己沉下去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 可是因为他们不会想 他们真的是把这条路想的极为细小 就觉得不可能 如果我是以一个 我是一个被焚烧的人 我抓着一个人一起烧 那个人不可能平安无事的走离 这个火场 对他们没有想到被报复的那个人 他们就是有超能力 就比如说 我就是要抱着他 然后一起淋汽油 然后我们就一起 烧 然后我们就一定会死掉 就发现 不好意思 他就是不怕火 就你们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 你们就是因为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才把自己走到这样的地步 被人蹂躏至此啊 好我回到最初啦 这段请尽快剪给我 不然我就要叮咚叮咚 好的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朵娜 认识你们是在你们上康熙来了 还是大学生了没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们从来没上过康熙来了 哭啊 然后开始听青春点点 一听就爱上了 谢谢你们陪伴我走过在国外求学时孤单寂寞的夜晚 当时因为时差没办法准时收听 都是想办法录下来或是找录音档 还记得3月7号你们要结束节目的那一天 我正在邮局寄行李回台湾 当时眼泪也不争气的掉下来了 回台湾之后第一次见到你们本人是在卡米蒂 那次玛丽在讲烂电影 我们有在卡米蒂讲烂电影喔 有耶我们曾经有在卡米蒂讲过烂电影耶 那是那一次是讲烂电影吗 是玛丽电影院是吧 应该是喔应该是喔 玛丽电影院一开始是这么小的场地耶 就是在微风带往下走那边吗 对 我们是在那个场地办玛丽电影院喔 我怎么没有印象我那个台上讲了一些什么 有我怎么记得还有打电话给没有来的人 喔那你印象有这个印象了吧 哇回顾过去我们的场子真的是 哎呀卡米蒂现在也要搬新地方了 也要换一个新的场地了 之前在流行clubhouse的时候 有看到马克玛丽在的房间都会第一个点进去听 就会感觉靠你们很近 我是YouTube会员哟 可以选个标题的小小会员 我已经支持你们一年多了 最爱你们热 最近在公司得知同事从国中就开始听你们节目 觉得遇到点友很开心 我们就相约写信到马克信箱 嘿嘿 今天是三月十八 一年前的我跟男朋友分手了 分手之后忽然多出很多时间 就开始让自己很忙 去健身房运动 上TRX空中瑜伽 假日会去Beamonster打有氧拳击 当当当 也尝试了很多以前不曾尝试的户外活动 潜水啊 SUP啊 登山啊 露营啊 一试就爱上 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我的身材越来越好 心情也越来越好 对自己也越来越有自信 赞 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很不好的一年 但对我来说是重生的一年 身体因为运动越来越健康 结交到很多好朋友 心里也得到满足 2020 我也受洗成为基督徒 阿们 阿们 心灵也觉得很平安 可能身心灵都得到了满足 阿们 就成就了最好版本的自己 阿们 谢谢拉克玛利读完我的信 我有控制在一页信纸哦 阿们 我有减少罪词哦 阿们 在这边付上100元 donation 阿们 谢谢朵娜 今天想分享一个迷失自己的故事 我是台北的L 想请马克次民 男生女生啊 女生 刘小姐吧 哇 他可能还特别请马克次民 就想避免刘小姐这种情况发生 好那我叫你Miss Liu 前三个月 我在Tinder上滑到一个男孩 没什么多余的想法 交换IG跟Line 看IG的天文觉得 哎呀 这个男孩很吸引我 成熟 又喜欢看书 爱运动 Oh my God 理想型 但我们聊天断断续续 一开始他还算积极 但过完年后 莫名其妙就很冷 但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 就开始疯狂的算塔罗牌 塔罗啊塔罗啊 请告诉我对方对我的看法 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吗 一开始他还会对我丢球 甚至我发多无聊的线动 他都会毁 原本想约他一起去运动 但对自己的外在太没自信了 完全不敢 可能我真的不适合用交友软体吧 我牡丹25年 谢谢你们听我说完这个故事 希望念完这封信我找到对象了 不是啊 那你对自己的外在没有自信话 那不是所有约现场你都不敢出去吗 就装扮一下 可是那个运动运动会流汗会素颜 然后现在那女生都给我穿紧身背心跟骆驼蹄褲 那个我又不能穿 那就是屁股就完全不行 在那边就很糗耶 哇 今天收到很多高雄的信件耶 你们真的都是要出现哦 要去高雄 真的都是要来哦 累到快往生的左营小霸王 这周末我在催下去音乐节 担任外聘工读生 除了量体温 喷酒精 实名登记防疫工作 还要不断的指引排队人潮 忙起来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快要没声音了 单位还严格规定 除了休息时间 工读生不能互相聊天讲话 不能坐下 不能跟艺人有任何互动 不能滑手机 不能拍摄 当发现活动第二天有马克玛丽 我整个超崩 好贵 马克跟卡提亚进园区的时候 还没有开放民众入场 我就跟几位早早到现场排队点友说 我真的好羡慕你们 我也好想跟你们一起听马性现场版 幸运的是 午休时间 我刚好跟马克在同一个休息室 一面课便当 一面听野生马克说说话 马克本人的声音超斯文耶 听起来像是个正常人 什么啊 重回岗位不久后 就见到资深到达的马力 一样是橘色眼影 马力画起来就是不一样 赞 特别漂亮啦 不过现场 怎么会没人认出马力呢 我直接插话 她是艺人 也是不用 差点说成她是教母 超想要一路护送马力到休息室 如果真的这样做 好像很有斗政俱乐部的感觉 只有看着大家跟教主 其实你应该反而不要说她是艺人 她是教母 请借过 其实反而会大家会先吓到先闪 艺人还会指指点点 教母不干脆 之后看着大家跟教主教母合照 我又羡慕QQ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斗内铁腿攻读生的 哇 你居然把时薪攻读 哇 160块就这样贡献给我们 太辛苦了吧 左营小霸王 真的期待在高雄后台见到你哟 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高雄的小卤环 有一次我跟朋友在电台外面摇那个小熊饼干摇成球状就是我 哇这很久的梗了欸 对啊 小乳环 乳环是就是奶头有穿环 上面那个有环的那个 看得好好吃 你喜欢乳环喔 你想被穿乳环 我不想穿 我想舔 你想舔乳环 你想舔乳头还是乳环 舔乳头啊 舔乳头跟环一起舔啊 那如果他那个环是一个锯齿状 然后就是旁边风 你说Janet Jackson 风 对风力如刀刃 然后你一踢所有都剩血 我就问 谁把这个穿在自己乳环上 你怎么穿内衣 你风力如刀刃 怎样 你怎么穿内衣 他有个机械 你在想什么嘛 他就启动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脑子是不是有动 那穿乳环就是一个单纯的环穿过去是不是 对啊 就跟穿耳环一样 那如果不小心太兴奋 然后你把他的环从他的乳头上摇起来怎么办 这一定会扯一下的啊 他会很痛欸 他会很痛欸 那就是爽的来源啊 太痛了吧 剩血怎么办 我不会很用力 我会拿捏好不好 我为你失控了呢 我不会失控 OK 我目前就讲过三任男友 有性爱经验的对象 五个台湾人 一个外国人 我想要聊的是那个外国人 好 他今年44 算是稍微有点年纪 我们叫他Jacob好了 单纯爱 Sex Education里面的Jacob 他们两个外形蛮像的 我喜欢 熟男 我想要说可以试试看 放心 我已经认识他一年多 才放心去他家的哦 第一次去他家是半夜 3 o'clock左右 他睡了一下被我吵醒 Way Cut Open the door 一到他家 他就说 让我帮你把外套挂起来 接着Jacob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 把棉被掀起来 拍拍床部说 过来躺 Come 我害羞的走进Bad 肢体僵硬的爬上床之后 他温柔的把棉被盖上 抱着我说 你很Cold吧 我来Warm你 等一下他真的这样写吗 没有 他是外国人耶 你不要这样破坏我的听觉好不好 他外国人 他外国人你要完就讲整句外文 抢耶 抢耶 接着Jacob的脚 接着我的脚 手环抱我 唇慢慢的吻上来 一开始只是轻柔小酌 像你刚吸乳环一样 然后我就伸出我的舌头回应 他的舌头缓缓试探 然后用力的把舌头探进我的嘴 Oh my god 因为这来了 我们还可以尬的 爽了爽了 爽了 他问我 You like rough or gentle 我想一下 萧收的回 I like rough No BOTH 什么BOTH啊 BOTH就解开了 BOTH就是 你不知道BOTH的词哦 就是两个都要 不是啊 这个就像我问你 等一下要吃什么 你告诉我随便是一样的 没有你问我要吃面还是饭 我说BOTH 那饭面我都要吃嘛 你要问我要吃冰淇淋 还是要吃水果 我就来问问 你要吃面还是饭 我饭面都要 那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干我在依然就是可以这样吃啊 我一来吃完面都 就在碗饭 就是饭面都要吃啊 好啦好啦好啦 对方可是笑了一下说 Good girl 哪像你 那么多的complete 不是嘛 老二已经见在弦上 但什么都good girl 什么都可以啊 That's why you can fuck me 我说以她的角度 以她的角度 你就是没有达到她的加分 因为她说 男性问这个真的加分 顾到女方的感受 非常的重我 不是啊 我会问啊 但你给我BOTH 我就好 你就不会笑一下 说good girl啊 你是不是说idiot 还是说一些白痴 不会啊 那你会说什么 Shut up Jacob的手开始在我肌肤游移 它捏了捏我的屁股 慢慢摸上腰间跟胸部 所以他选了Gentle这条路 同时嘴唇舌头没有停止 在我的轻喘下 他的手不安分的隔着内裤 抚摸我 慢慢伸进去 我早已湿到不行的点点点 一开始非常硬的他 因为一直为我服务稍微变软 他就用手自己撸 同时说帮我舔淡淡 接着他以躺着的方式 让我帮他舔淡淡 他抓着我的头 同时屁股上下移动 配合我的进出节奏 接着越来越粗鲁 把他的枪用力顶到我的嘴巴深处 你还觉得这样OK吗 因为他的手抓住我的头 所以他再用力再伸 我也无法挣脱强忍干呕 但有点享受被欺负的感觉 我的舌头也没有停止哦 在这边提醒各位女点友 伸喉咙的时候会有干呕的反射动作 只要稍稍憋气 再搭配喉咙微微的喝气 吐气 喝气 吐气 就会舒缓呕心的感觉 有人说吞口水可以舒缓 但我个人没试过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硬了之后 Jaco把我抱起来正躺在床上 因为他太大了 报告 长度20公分 直径6到8公分 一开始放进来 慢痛的 但我又喜欢痛痛的感觉 直接升华成爽感 冲刺之后 他设在我的肚子上 然后我就洗澡 他从门外递毛巾 哇 等一下 刚刚这一段是不是形容时间 有点不成比例啊 你说哪里 前面的前夕这么的丰富 然后很大 然后瞬间就没了 已经要从冲洗后面开始了 哇 冲洗完后 他用汤匙式 汤匙式是什么 spooning啊 就是测躺 然后两个人这样子 汤匙式抱着我 那为什么是spoon 就像汤匙他会这样子摆嘛 汤匙是这样摆的啊 那叉子呢 你也可以叫叉子式啊 可是汤匙 比较温柔的 想象画面是不是 我在猜想啦 会不会是因为人的头 我们画那个火柴人的时候 都是一个圆的 然后下面一根棍子 你不会把你人的什么 变成是叉子吧 只有玩具总动员的forky 才会 forking me 然后他用温柔的语气说 sorry 我平常没那么快 我会让你再次舒服的 所以有点疲惫的我 又带着有点兴奋的情绪 但很快进入弥留状态 我又睡不着 所以他开始摸我 还有摸他自己的下面 硬了之后 他维持汤匙式从后面进入 同时把我的耳朵轻轻含着 身体各部位都敏感的我 不停的颤抖 他更得意了 轻咬住我的耳朵 在我的脖子后面 轻吻 呼气 然后开始 你最喜欢的来了 这样这样 玩弄我的乳环 爽啊 动作开始有点粗鲁了 也有点用力的咬我的乳头 然后用手指 让我高潮了两次 接着我坐上他的身体 摩擦他 再缓缓把他放入我的体内 自认我还蛮算会摇的 很快的让他露出 满意的眼神 跟舒服的喘息 我就摇到自己高潮 结束后离开他家 他还说了两次 You can stay if you want 之后我去跟朋友吃早餐 分享这个愉悦的 初次约炮体验 以往听朋友经验都说 外观容易软啊 没办法全硬啊 但我这次经验就是 有变软时 用手或嘴弄弄就会变硬 但是他的尺寸 真的是我经验中最大的 重点是整个过程 他非常的绅士又体贴 一直会问 会痛吗 喜欢摸哪吗 每一次激烈后 都会给我一些 缓和喘息的时间 粗鲁的时候 就会用轻我的身体 来安抚我的疼痛 而且之后 会让我抱着他 躺在他的手臂上休息 他会轻轻的摸着我说 You are amazing 很多人都说 很多外国人觉得 台湾女生很easy 甚至讨厌外国人 觉得他们来台湾 就是要抢我们的妹 这边姑且不论很多 重阳的妹子那些人 我想为外国人平反 以自身少数的性经验为剧 我是一个身边 很多外国朋友的人 但从来没有跟他们发生事情 这是我人生第一只羊剧 非常明显 那羊是 真的是羊耶 哇这个双冠耶 对 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Jekyll全程的温柔尊重 体贴 还有适当的强势 跟占有欲 他不是只是为了 要满足自己的快乐 他会让我感受到 他把我摆在第一顺位 结束后 还会温柔的抱着我 赞美我 反观 我惊艳的台湾男性 狂干 猛干 擦擦擦 就以为这样 让我舒服或高潮 甚至结束完 就马上去厕所冲洗 根本不管女生的感受 拜托那些爱猛干 又顾自己的男性们 可以先自我检讨好吗 很多女生真的常常委屈 或假装舒服高潮 甚至从没体验让我满足的性爱 也不好意思跟另外一半讨论 或伤害对方的自尊 真的是让我想大翻白眼 你的自尊 你的虚荣 请不要摆在性爱之前 写那么多 不知会不会有人想听 如果大家对于第二次跟Jacob 更加美好的体验有兴趣的话 我再写进去 想要听前情爆雷吗 什么意思 想要听第二次更激烈的吗 还有先写一小段 我听 他把手指快速的插入我的屁眼 再快速抽出 速度渐快渐慢 再往我的屁股呼巴掌 呼巴掌 还想听吗 想 好那我之后再写 附上200块抖内 想请问马克能不能教我如何念SM的英文 到底要怎么念跟如何记住 还是这个单子我只能硬背 单子不是就是硬背吗 他可能他连念都不太会念 他不知道怎么 我也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硬背 对啊 我这边收到了一个人寄出了五张信纸的五封信 他的字非常漂亮 来自于黑豆先生 第一封信是2020年的10月31号 是成人之美同志游行 我当了30年的gay第一次去 本来认为只不过是一大群gay凑在一块走路的活动 亲身经历确实别有一番心得 主要的感想就是要重新看待自信这件事 一路上我看到各种不是完美身材的男子 挺着一个大肚男穿女装 或是伴着八仙的拐瓜裂枣的男子这些画面 让我认为自信真的很美 当下我心生敬佩 也觉得不论自己任何人啊 本身是不是完美的 只要你认可了自己 自信会发出光芒的 一定要好好记住今天每位参与者的群像 在健身房练了两年 到了这种场合连穿个无袖都不敢 我自愧不如 还有可能平常上班以外的时间都在健身房 视觉已经习惯各种聚聚身材 但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小腹的 偶尔也要对自己说 不要把自己困住了 特别是被小腹给困住了 第二封信是11月1号隔一天 今天男友生日 天蝎座跟马克一样生快 昨晚游行男友和他朋友去hero喝得烂醉 前几封信有讲过这个金金先生又荒谬了 他上了计程车被载回他大甲的老家 昨晚我没去 据说是被朋友送上计程车的 并且由金金本人报的地址 问题来了 这个计程车这一趟花费 台北到大甲4000多块 好扯喔 表示这个baby 他的灵魂深处 他想回家 想回家了 这个要怎么究责呢 我是觉得金金先生本人太白痴了 怎么会忙到连报地址都出状况呢 但也有朋友觉得 计程车司机很坏心 明明知道客人喝多了 也不仔细确认 你们怎么看呢 这怎么确认 有时候你一直跟客人确认 他就是会讲那个地址啊 而且那个无从考证 你不会知道那个车子里面对话到底是怎么样 晚上去听理想混蛋在河岸留言的小演唱会 我认识了一个吉他手 乐成宇 他很好笑 又很斜杠 吉他弹得很好 又是营养师 真想成为像他一样 或是两位一样 这样厉害的斜杠者 能够分享你们的历程吗 我的历程 我的学习历程吗 我还没上船 你是高三生是不是 对 平庸的黑豆先生深感好奇啊 我们的历程就是 做广播啊 然后一直做广播啊 然后继续做广播啊 就是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啊 可能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不平庸吧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但是这个是很容易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一直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人人都是不平庸的 只是大部分人大家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一直在想说 有结果了吗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有了吧 看到了吧 没差哦 怎么会这样 又一直在想着未来可以怎么样可以怎样 然后一直不满于现在的自己吧 好了又隔了一天 今天下午老板问晚上有没有空去开会 我拒绝了 我是一个时间控 非常厌恶突如其来的事情 高中以来呢 我就意识到我有这个毛病 今天想一想 发现这可能是我人生的课题啊 其实我很清楚 去开那个会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可是我很难接受的是 你为什么要占用私人时间啊 你们有这个毛病吗 我也是很讨厌突如其来的邀约的 人生和运气真的也不是可以计划的 我一直一直在调试 比如说 本来谁都不能撼动的健身课表 要配合偶尔朋友的聚会调整 或是想让一群老朋友们重温叙旧 你就要配合大家的时间 我真希望自己在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可以再坦然一点 我应该说 要更能够平常心面对这类的变动 也许机会就是这样来的吧 最后希望两位的podcast名次 可以再往前一些 谢谢 虽然星座误国 但唐启阳也来抢市场了 加油加油 这个没办法 世界上的人 真是太多人相信星座了 接下来这封信就隔了两个月了 2021年的2月10号 他不想要叫黑豆先生了 他叫做Wayne 第一件事我要换工作了 我从事建筑相关的行业 去年考上建筑师 我天真的以为 我人生就顺了 没有压力俱增 今年30前后考上 我算年轻哦 可是食物上比菜鸡海菜 更抬不起头了 人家都会说 他不是建筑师 你怎么都不知道咧 所以索性担心半天 决定牛年拿出行动力 趁年假前把工作找好 跟老板请辞了 原本我离不开的舒适圈 老板对我很好 执行的事情虽然我很拿手 可是价值不高 这个决定从考上后想了一年 请为我终于完成考验 小小声的喝彩 我希望可以在新东家 适应顺利 第二件事 最近的社交圈 微微打开 发现自己一发的渺小 其一是参加了一个 和财经相关的读书会 第一次没有学到什么 我贡献的也有限 倒是听到成员们炫耀的成分居多 炫耀他们的年薪 他们投资成果 我承认我酸葡萄 我就是羡慕嫉妒恨 其二 这一周的clubhouse大红了 2021年 我一直看见包括二位在内的各种名人挂在线上 或是穿梭于各个房间 也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事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 可能我得定期去记得 自己只是渺小的肺炮渣 才能更虚心的去了解 我不知道的事情 去理解别人的立场 结论很干话 但要做到还真不容易呢 总之啊总之 虚心学习啊 感谢黑豆先生的来信 他贡献了两百元 好了今天呢 我们就在黑豆先生的反思当中 跟着黑豆先生一起来 好好的审思 审思 审思一下自己好吗 有些人呢 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有些人呢 总是觉得自己太强了 太秋了 那觉得自己很好的人 其实要多多的反省自己 觉得已经很常在反省自己的人 其实应该要多多的称赞自己了 那我们就是要往我们的反方向前进嘛 那像你这种 一一三五觉得自己超屌 二四六觉得自己烂爆的人呢 你每天起床都要先判断 自己今天是哪一种 对 再跟自己喊话 对 其实要了解自己今天的状况 跟状态是什么 那如果你很不幸的 跟我比较像的话 那你就是跟我一样 就活得比较辛苦一点 我是卡列桑妈 917 我们在高雄后台见咯 一定要来哦 拜托要来哦 拜托哟